英文 化化化 所以我们已经从红仲修的案子的时候知道说 这个军事的管理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发现我们的军备的问题更大 那就是国防预算每年花多少钱 3600亿 还不包括专案跟特别预算 像这个买飞机军购就是特别预算 也就是说我们每年只编象征性的几亿 编的象征性 但如果案子有确定 马上就追加预算 用特别预算 但这个不算 每年就是3600亿 没有不止 军人有退休奉 终身奉 对不对 因为他为国家牺牲奉献 反正就应该给他一些福利 保障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国军 是要我们怎样尊敬 是要我们怎样去很心甘情愿地付这个钱 美人关心那是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真好 我是关心一些细节问题好了 这个是李倩隆的老公 李德利 他也有带这个安全 他带这个头盔 国安穿嘛 格局不敢说 黑型头盔 看起来很像 价钱怕很多 这个头盔 他也贴 他外行的 他贴 搞不然敢刺牌 有可能喔 玩一玩可能会坏掉啊 他这个是耍线 耍线嘛齁 这个是老奶城 这个就是老奶城 他是万圣节带出来嘛 你说话说 半年都不知道 要是你背口 搞不然带出来半年了齁 半年说起来啦 扣来扣去 大家帝来帝去 你怎么相信 二十几个大家都不带 会坏掉啊 而且很多人会去他家参观 而且很多人会去他家参观 而且他这张照片是之前就已经po在他的网路上 当他po已经在网路上的时候 国防部也没有发现说 这不是我们的头盔吗 这也没有警觉到说 怎么可以被带出去呢 那怎么会带去这种场合呢 国防部怎么会这样讲 国防部说我们也真的带啊 王部这两天还在讲 他说 昨天在立法院都还在讲 他说头盔带出去 但是因为没有通电 所以没有资料盘书 不算泄密 所以你这个让我们错乱嘛 各位红中秋是因为什么被关紧闭 照相手机 还有MP3 是 我是现在要跟大家说 这项最关键对吗 对 没有这项就没有电筋嘛 阿爸去公立到最少就一半 对 一定要啦 这项说实话 别说弄拍的 怎么办呢 没问题就再来一项就好了 有时不可能没位了对吧 一定安全帽啊 再来是 如果弄拍的 如果拿出去半年都不知道 如果要抗也都抗好了 对啊 因为我觉得说 这件事为什么那么严重的说 你看到那个HTC 或者国财民 它里面有泄密 是不是就是立刻开除 开除罚办 有不如要的法办 对 我们还可以它调职 对 我是觉得说 原来是这样的标准 就是你国防比企业的标准 还低那么多 你凭什么这个三军总组 还跟国防复杂可以留着 就是你可以讲一些 那八字诀来给我们听 就是高那么空的 现在这个时代 洪一哥 你刚才那个照片 给大家再看一下吧 这个 对 你看到这个老眼神 它戴着那个头盔 有一个亮的 绿色的LED亮相 那它自己加的 原本没有 那是为了跑趴炫 它自己加了LED灯 他自行改造头盔啊 它头盔没有必要去对外亮 它那次为了跑趴 给大家看说 哎呀来啊 看看这边 这是SPA-LINE在这里 第一个它改装了它的军品 这是贵重的高级 美国如果发现说 哇 它有台湾变形了 这个真的会有问题 第二个 就算没有这个头盔 当然这个头盔 是最炫的地方 大家来看一下 货真价实的 这个200多万的 阿塔西的头盔 就算没有这个头盔 劳中校 他穿的这身衣服 突然跑跑也不可以 这是正式的飞行服 你看它那个衣服 是一件事的 连身的 对 它是从脚踝 一路穿上来 然后整个 拉上来 这是正式的飞行服 那一旦 它要超过三个 GD以上的飞行的时候 还要再穿压力裤 在大队这边 把它塑紧 避免血液掉下去以后 然后空间迷降 或者是就昏迷 这是正式的飞行服 它在军中训练后 才可以穿 它没有训练的时候 今天没有飞行科目 它也不能穿的 它把它穿出来 光是这个服装 就不行了 不要讲头盔 所以表示 它真的是 它要怎样 就怎样 那可是问题是 这样子的 应该讲 目无军纪 对不对 军纪背驰 对 那按照这个 刚才阿德讲的 就说 如果按照民间企业 早就已经永不入用了 可是老乃城 陆军司令部表示 他年度达成任务 功过相抵的考核结果 近三年在营人士考核 确处甲上跟甲等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也不影响 它的考基 甲上跟甲等 对退休凤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 国王部在保护老乃城 泰除 这个名称在国军里面 是不存在的 哪一个 没有什么叫泰除 泰除 泰除 泰植 泰植 跟测植 只有两种 那测植的话 就是你发生事情 我把你测植 那测植你就没有 没有退休凤 那免植就是有其他因素 有时候是因为你身体上 不是 不是这个 你不是犯错 有时候是可能你生病 什么的 就免职 所以用泰除两个字 就保留很多的弹性 比如说 他只要过了今年 10年退的话 他就20年 他20年 除非他犯了内乱外犯罪 跟贪污罪 才能够跟他测植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要治一世 那每年他拿出来 都40月 那如果较多吃 他吃80月 都要治40年 那如果一个月要领 7万 7万 5万 今天是5万 差不多 6万 所以一个月是7万 打8则是5万6 5万6 2013个月 对 所以今天网友 方建议 那个桃園 地检署说 要侦办他贪污罪 他可能这些 这些贪污团 进到里面去 可能会拿一些东西 或者说车 他叫他这个 这个堵帮车 他吃饭 什么 还说 侦办他用贪污罪 才能避免他爽退 你如果想起 这样告诉你 如果他犯了这么大的错 违法乱纪 像房市民 像郭冠英 这些人 犯这么大的事情 结果都能够爽退 除非 就我刚刚讲 没有这个就是叛国啊 就是把秘密 只要轻易地先出去 不是叛国吗 这个叛国很严谨 这个要打准 这个还不到叛国 还不到叛国 问题是要有叛国的效果啊 没有没有 你还好吗 问题是他们整个的思考逻辑 都不觉得这么严重啊 是啊是啊 他们没有觉得 这件事情很严重 这才是关键 这才是关键 这才是大家很生气的原因啊 所以外公 我们无意指责 李倩荣他们这些人 他们或许无知 真的无知 但是你要看他们这些人 是特权成信 也就是说 随时随地都是特权 他们都是富贵 至于富有 然后又贵气 要富贵 当然他们用富贵啊 去取得特权的说 就变成权贵 我为什么说 他们跟这个老奶城 他们就是特权成信 李倩荣贡献大了 我们要感谢他 白幕的力量 上次会这次的检讨 他如果不是上传照片 今天搞不好 太有人去参观了 不是 后面好搞不好 很多参观 好多因为这件事情而终止了 没办法出团 除假啊 因为以前所有人去参观 一定都有剖上 因为他自己都剖上了嘛 像老老教官 他自己也剖上了 所以可见来讲的是说 以前剖上哦 我们国家都不知道 对 就是现在网路那么流串流 都不知道 剖上去的都删了 没有都可以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个刚刚红一哥给大家看那个照片 万圣节哈罗云跑趴 那他老婆自己剖的 那他剖在他老婆的领书 他老婆又认识底线 这些所谓贵妇团 所以去年万圣节一剖的时候 贵妇们之间就 啊 叽叽笑 然后他想说来 我安排一团 这个事情是这样来的 讲话问你后才发现说 是从去年的万圣节 他先跟他老婆小孩一起这样子 show up一次以后 大家想说 哇好棒哦 好羡慕哦 是什么 带你们去里面看 直接上去 对不对 所以才会从去年安排 今年的这个 三月二十九号 清田节黄花岗这样子 等下讲说这是 李倩荣的快乐儿童节 国防部的悲惨清明节 就是这一次 国防部本来就应该要悲惨 你看他出了多少包 他是从进那个营区的 大门开始的检查 一路塑塑 然后还可以把东西带出来 他错了几个错啊 十个手指都数不完 这是军中的一个文化啦 我觉得李倩荣他只是白幕 而且他的白幕是这件事情的功臣 所以李倩荣其实讨论 功过相对应该可以吧 不是他不然怎么会 有功有功 但是同一个如果有服役过的观众朋友应该就可以懂我的意思 在军中其实真的是人质大于法治 那个主官怎么样 他的个性怎么样 大家都顺着他 他爱喝酒 下面的官司配他喝酒 他爱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 那在部队当中能飞上天的 真的是天差地别 我相信劳中校在这个龙城部队 真的就是大到天 他进出 我可以这样讲 我几乎可以确认 他进出银门 绝对不用开 国家可以 那我问你 国家可以开阿帕器的有几个 六十个 目前 六十个 都可以飞得上去吗 对 因为他一架阿帕器是两个人开 所以我们当时送了六十个人去受训 那 总子教官 对 这个 中校 劳中校 他就是总子教官 国家一个人开艷娃 筛牌他们训练他们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我觉得重点是什么 我觉得重点是说 你就想想 如果今天阿帕器这个事件 当作是一个 人家要打我们的战争好了 你想嘛 我们的国防部长三女头 还是这样的应付的方式 我们不是就挂掉了吗 这才是关键 听说他晚上喜欢跑趴 那如果跑趴喝酒的话 对 他晚上跑夜店 所以他喜欢跑趴的话 他隔天要去训练 要做那个阿帕器 不在意不要就策 应该要 开飞机都有 没有人敢吹阿吹 没有人敢吹 想跟大家讲 飞机有多大 来来来 我们先休息 有啊 就有人 有啊 有武器没有你 就有什么用 上校 上校